今天小梧桐要和比比东进行吹牛比赛,输了的人要把一头猪叫妈妈,哎呀,这个惩罚也太刺激了,小伙伴们,你们会支持谁呢?支持小梧桐胜利的,支持比比东失败的救头,接下来吹牛大赛正式开始。 第一局,我们都是从哪来的? 我一跑出来就很厉害,马上就打败了吸血鬼王子,然后又抓住了牛魔王,还顺手灭掉了比比东,我一点也不牛,就是比你牛一点,大家认为我吹得牛牛不牛,哎呀,比比东的牛,牛都被我吹上天了,果然我就是有一点点牛。 第二局,你们最厉害的本领是什么? 还是我还是我,我最大的本领就是客串躲猫猫,我躲猫猫的技术可厉害了,我做躲藏者,就算全世界的人来了都找不到我,我不光能在地球上躲,我还能去太阳上躲,我还能躲在星星上面,就问你们谁能找到我? 我和你不一样,我最厉害的特长也是客串躲猫猫,只要我做抓捕者,我不抓别人,只抓比比东,只要比比东躲起来,我都不需要去找,我只需要站在原地大喊一声。 大傻子快过来,不管比比东是躲在太阳上,还是躲在星星里,下一秒他就会乖乖地出现在我面前。 太残暴了。 第三局,长大以后的梦想是什么? 这个问题还是我牛,我长大以后的梦想是一定要把这个南瓜头取下来,然后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所有人见到我都要叫我比比东女王,我还要和小五争夺樱花小镇第一美少女称号。 我长大以后的第二个梦想是我要养一个女儿,要比我还牛,我要好好地培养她,我女儿的名字我都想好了,就叫千任雪光明天使千任雪。 还是我的梦想牛,我长大以后的梦想是要交一个好朋友。